第六场赛事四班千四米 看一下排位表 这一场也有一只港斑马 就是环吹战士 另外算下去可能皇帝赛 保罗成全那些会放在前面 今场Kitty也说了 那两只会放 但一样我觉得两只都不会斗烧 反而今场大家会留意着那只 就是珍珠凤凰 还会厚一点 我也觉得会厚一点 反而梦幻战士就会前一点 他有机会和梦幻战士就倒转个位置 另外一只都是均速一点 那只大红尬 总统之星 虽然千四米他就叫嫌短一点 但是我觉得就算他均速嫌短 都未至于去到禁后 应该都是前列的马群当中 所以珍珠凤凰有机会拉散了 摄到好位莫雷拉都有机会 那只热门金元宝马 又是排在外档 我看他都挺难入来 原路被人顶着我去踏 大家想一想 不过他今次就用单边眼罩 因为这只金元宝马会耐闪 今次就用单边眼罩 看看能不能帮到他 预计都是正常步速的 这场马都要起码一两只马 从前面走 担心金元宝马外档 所以我们选择一只内档马 好像稳定一点 基哥 我选择一只很冷的马 可能就是海岛才子 这只马这次放个黄尽上去 上去不冷也很冷 不过这只马上轨 潘明辉骑过他一场14米的赛事 你看他怎么跑 在这里拉出来 有很多左侧 红木那只呢 你仍然看到他很生 又被人夹一下 马还跑上来 有些是自乱的 你看他 有些马就跑出去 不是很规矩的 当时也终于拿正平衡了 但是他有 是 转一转脚 还有 初次跑这个 可以说看到有影的 所以马跑千四 真的有根有距 在三岁这么自乱的跑肢 这些情况下 他都跟那几只马 都冲得这么近的 那些有能力的 那些马都要对手 但是之后他就 不是很幸运的 有时就抽一下外当 他就不跑千四了 很有趣的 虽然姚本比赚冠军的 但是这只马 他一直就不跑千四了 值得留意一件事 他正说你看片子那场马之前 他就在重化操的 有一段时间 然后他就不再跑完之后 一直都不上重化了 你知道姚本辉 因为那帮重化的伙计 帮得手 很多马拿上重化 粗 回来整只生满了 这只海岛财子 这个暑假又上了重化 上季跑完了 这个暑假 上了两个月 是的 当然他在粗练那方面 他有些你觉得很奇怪 没有什么大杂那些磨它 是的 都是用一些草杂去代替的 9月1号 他就正正地由重化库列马斯 下了货草地弹杂 他隔了一个暑假 他是有些长成的 因为我 他刚刚来香港 我一小圈都看到他 这只马的身形 OK的 他剪了毛 你看到的模式 他不是觉得很立令 很油润 就是不是剪过毛来的这只马 但是他身形就很吸引 因为马的那款头是OK的 就是大胃了一点 再撞身了一点 这只易见客的儿子 9号他都在有货拍跳 拍有势力 海岛才子就近镜那只 是 看看这只马的款头 拍着有势力 在这里也扣着 这只马都很肯走 是 你见到库列 那个脚也是硬得很厉害的 也不是急 所以这只马这次打一个黄进 究竟是不是呢 我真的觉得奇怪 这只马不用降班吧 照计 那你就选择跑千四 是不是特意做少点事呢 我就不知道 不得而知 不过这只马就算不是这次也好 我们先认识它 所以大家不妨用赛马笔记 就记住这只马 这次的粗练就有个重化的因素 在这里 这次大家如果记住阵事表现之后 下次再出它都会提醒你 大家不妨用赛马笔记写下这些 那今期就有些转仓马成绩都好像不错 贵初阶段有些数据给我们看看 Kitty 对啊 刚刚其实也是跑了两期的赛事 总数有21匹的转仓马 但是可以有成六匹已经取冠军了 升出率有28% 上名率就38% 刚刚谷草都三只转仓马搞定了 那有一只转仓马 我觉得一出都要积驳的 因为其实他可能健康之前也有出过问题 Kitty哥 那是珍珠凤凰转了去文购 其实他上季后期他都OK 就是说他健康状态回来 不过那些跑法 肯定是令人有点不开心 那些马分明是缩了一段的马 那场马放到那么前面就跑 对啊 何炳恋 还在第二 傻子 马在前面这样 我想不止有点不开心 他回来骑下去当然没有了 那外面深蓝三的爱马剑 刚刚谷草就上名跑第三 他就叫做维持到速度 就没有再加速 但是学基哥说 大家有印象他后上马 折一段上来很劲的 有时这些马 就是不是用回他那个最佳的跑法 是令人不是马迷不开心 马主也一样会不开心的 所以就不如转回来的环境 你只要转来跑 马主也可能不开心 转过来文家梁那里 转了仓之后 他都做足功夫 他都试了货 泥地杂 这货是莫雷拉 跟他试的 莫雷拉好像这只马 我爱不释手那样 是呀 摸着的 不是说 他经常摸着文家梁的马 但是直直都不骑 是呀 这个莫雷拉是试杂之后 前前后后 总共跳了六货 那这货市集前面胜利 在手走得很快 但是你看到 莫雷拉松他两步 动都不动 有反应就拼上来 不断定着 腰板都不动 完全 就拍着一只 浅草非同道 后来就是 这只真珠凤凰赢的 刚才姬哥都说了 莫雷拉是爱不释手 因为亲自摸了很多货 九号 即是刚刚礼拜三 夜马早上 特意到场 就只试这一只 莫雷拉 看看他合不合 这只马 神操都是属于 比较勤力的马 不过我们最重要看它 僵口又要乖巧 而且走过 步都伸得漂亮 可以说 状态是没什么问题的 看看今次 莫雷拉奇这只马 将它留在哪个位置跑了 留就留定了 一定会缩 希望步速正常 那么它就好跑了 应该 说回这些 对手方面 有一只马 也很快的 那只皇帝赛 这只马 即是丁冠奴 另外那只马 又是那些 均速在前面走的马 我们刚才说的 那只马 都是那种马 对 上轨上轨 就是用这个均速跑法 潘明归跟他跑 丁冠奴 也是同马房 也是这样跑法的 所以他放在前面 这个特舊犯 祖段 其实都放得好一下 是 回到来 他又没有加速力 你呢 追得到吗 追不追得到吗 他就不断摊开他 回到来 斗冲 他真的不多 差一点点了 所以外面前进和追风企足 就刚刚赶过了他 那今场希望没有什么马 跟他斗抢 这场马 看下去 快马也不是多的 只得一只 大家都差不多跑法的 保罗成船 不过保罗成船 排位比他差 因为这些排三档 皇帝赛 一早就放在前面 你要过他 又不是容易 烧他也不是那么容易 要骑行 那保罗成船会不会这么做 现在两只 大家斗慢在前面放 就没什么所谓 大家都不会烧死 死可以说 这些皇帝赛 放到回来 中点前 能否顶得顺 能否顶得顺 赛前功夫就相当积极了 都整了货带来的 同族还有高友之声 六三是第七场 第十场一对 安仲金旗庄家 就在后面最出的那一对 这些大舊马 他不做事不行的 不到你的 这些马要做他才来的 所以他不能谈的 而且始终还是路短一点 所以你看到潘明辉刚才 高班马追上来 标准侯王,伟达马防 中间黑衫美丽欢呼 大家今季都要留意的了 这一只 这些大鸡马 你看他跑上来 轻身就可以了 继续就潘明辉和他试集 这次其实丁冠豪以往 都会帮这只马度下步 快跳 但是今次9号最后试拍 就被潘明辉骑斯亲自给他过档 近镜蓝眼罩那只 起步落跟他有出的 要拍拍 他都稳定的 一对有情马 起多乐有跑 近镜就是黄帝赛 你看他还是很轻松的 始终潘明辉熟马性的 功夫做的 大鸡马不做不行的 又阻挖又拍 什么都做齐的 这场马除了黄帝赛之外 有一只都有一些危险的马 那只贯宝区 初头跑两场无影无踪 过来跑马底 一换了梁家俊 前段完全跟不上 你看 这边还在找位 还没找到 当然了 在马垫中间 被人封住 跟着那只仁和嘉胜 前面那只刚刚两月三 还要兜个大圈 终于盲空了 最后五十七十几米左右 盲空就撲上来了 多夸张 真是被他吓死了 但突然被吓死了 吓死了 吓死了 除了他的赛事表现之外 吉哥我看到他的神畅 苗里德那些辣酪出来 都吓你一旦 回头发探来 8月20号 跳了两段 还真是44秒1 猜到8月20号 这个马可以跳到这么快 近海旁 给那只有得精彩遮住 那只很大 但你看两只 那只冠宝区不用骑 他不用骑 跳完这货 特快的功夫 磨了磨了 就跑去一千大闸 整个 这只马跑一千 太短了 他也不动 所以那货 其实走势是平淡一点 但是综合一下 刚才看到8月20号 就要做了一个草地 整个这么快的时间 28号几天之后 再做了一个草地大闸 似乎是苗礼得 这次还要打王牌 都是立心 希望拼下分头 会不会在这儿出击 看看这一场我们选了什么 选了12号海岛财子做胆 拖4号珍珠凤凰 2号皇帝赛 和6号冠宝区 连赢位置 Q共6柱 谁赢得多这个环节 继续是一哥斗二哥 头场你想回报和坚有料 杰哥 喜欢那只建有料多一点 当然我们也说了这只 第二场捉金黄和活力宝区 我也是觉得活力宝区的 上名的机会多一点 捉金黄牌是一个坏的外档 福起多多 潘顿没有坐骑 但是福起多多有没有增胜机会呢 也有点 我也要看看地 这只马真实施地不是那么好的 留意一下明天就撞突破 第四场 星河战区和闪电龙 两只马我都不太喜欢 那就不要选了 第五场 自然君子帝豪大师 两只马都有机会 有得靠一下 这场两只马都选了 第六场 珍珠凤凰环吹战匙 珍珠凤凰我们刚才也介绍过 这只马也选过 吹战匙怕它千四 怕它短一点 第七场 我们看浪漫组合的新一些 还有彪之蕊 彪之蕊跑泥地 应该进来的机会高一点 对啊 试集很软 第八场 显心星红童乐日 这只我认识 显心星这么软 当然了,这只这么厉害 第九场 跳出世界好好学习 两只马都觉得近方普通 两只马都不太选 第十场 无心碎眠和元朗之星 元朗之星的马主动一点 好跑一点 应该高一点 算点数好像潘顿 高一点 高一点 但是也是 两大骑士的坐骑 都不是常常那么凶的时候 变成其他二三线骑士 机会就高一点了 基哥,那事日金据又是什么呢 都是这个问题 有钱了,大家找 轮不到二步针 这个我不是很明白 基哥,墨水不是很足够 可不可以解释一点 给我们一些玄机 二步针 即是二三线的骑士 那些戏班 那些二帮、三帮 有时顶正了 轮到他了 刚刚做一些不重要的 那些夜场那些不重要 有时都二三帮都可以做主角 那是什么意思 那这次赛日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骑士榜中游的骑士 会不会有些突如其路的好表现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